美国的民主党正式征召贺锦丽要选总统 而在她的演说当中 她就直接跟中国大陆枪瞎了 民主党全代会的压轴 贺锦丽40分钟铿锵有力的演讲 在外交政策中首先点名中美竞争 他也向支持者喊话 保证美国在21世纪依旧领导世界 中国别想超越美国 全场如雷掌声 意味着反中立场是这次大选的两党共识 不过有别于拜登 贺锦丽只有提到太空跟人工智能 不能被中国超越 没有提到中美晶片竞赛 贺锦丽也不忘酸川普跟独裁者关系匪浅 他拒绝了普通 他指出了我们的侦领 说美国可以做什么都要 贺锦丽发表外交大政方针 他表示将持续支持以色列的防卫 直接点名哈马斯为恐怖分子 誓言不会像伊朗跟金正恩这样的独裁者低头 也要让以色列人再也不用经历 2023年10月23号被恐怖分子屠杀的恐惧 也同情加萨人道危机 誓言现在就是以哈达成停火的最佳时机 不过场外依旧有挺巴示威活动 跟贺锦丽唱反调 根据新闻周刊报导 相关民调数据显示 贺锦丽在全美平均领先川普3.3个百分点 支持率为47% 而川普的支持率为43.7% 美国媒体分析贺锦丽取代拜登 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才一个月 就在追踪系统中创下最大领先优势 显示民调正朝着有力贺锦丽的方向发展 记者孙怡珍报导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